像是剛剛看到的是指揮中心新的規定 第一個是社交距離的新規定 第二個是本土案例 我們不斷的更新追蹤這張表格 你記得本土案例固然40多例 那比較麻煩的是 事實上有11個案例是不明來源 不明來源的社區感染 是我們最擔心的這一個黑數 因為抓不到來源的話 這個黑數就有可能擴大 沒錯 像今天的兩個本土案例 307因為他跟從國外回來的人一起吃過飯 所以他也許就是從那邊得到了傳染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害怕 而且那個人好像發病得很快 他25號有症狀 26號到診所 然後28號就到醫院 所以他在外面的遊蕩時間很短 所以我認為他在傳染別人的風險是低的 然後他也相對年輕 20多歲 對 所以他有來源 然後又有很短的 在環境中暴露的時間 我們比較不怕 今天我們怕的是322 322本身他年輕 然後他本身發現症狀之後 29號才去診所就診 然後30號到醫院採檢 那最主要的問題是說 他完全沒有出國病室 目前也看不到任何從國外回來的人 跟他接觸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屢屢的困擾了 包括防疫中心跟所有的 我們國內的民眾 就是說讓大家不知道可以接觸誰啊 因為等於這些人莫名其妙的 他就感染了 不過我一直覺得說昨天還好啦 就是說昨天我們的指揮官好像有鬆口說他可能可以考慮在重點的地方 所謂的普篩 在重點做普篩 或者高危險權 對 高危險權或重點在普篩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是比較合理的 目前我們的做法 我們讓國外疫區的人進來 然後呢 只是居家隔離 那居家檢疫很多的風險 因為他會傳染給家人 坦白講真的啦 我們說我們有很多規範 所以叫他說跟家人保持距離 不要共用廁所 不要共識等等的 我坦白跟你講 如果我家裡有一個 你說我能不能保證我自己不會被他傳染到 我也沒有把握啦 你看看流感有多少人啊 一家全部都中獎的 更不要講說這個傳染率比流感更強的 他R-note比流感更高 所以其實真的是 這個是一個很有問題的制度 當你沒有足夠檢驗能量的時候 你只能屈就這個方法 可是當你有足夠的檢驗能量的時候 你還需要這樣子嗎 你現在把殺人犯隨便給他放到社區 然後大聲廣播說 請大家都要小心喔 要小心你的人身安全喔 那所有人都很害怕 因為你放了一個殺人犯在外面 所有人不知道殺人犯什麼時候會到你家來 每個怕的都連吃飯睡覺都有困難 何必呢 你為什麼不把殺人犯關起來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對322的部分真的會 造成疫情在社區大流行大爆發的風險 不是沒有 而且我看到新聞資料當中 有一些應該要居家檢疫的人 他不見得合法規 以這一次觀光局的277來講 他從下機場出關 他就應該乖乖回家居家檢疫 他還在外頭喝個咖啡 那像這樣的案例有多少 對 其實你也知道我們電子圍離 前一陣子發現他有問題 誤爆率到九成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居家防疫這個成本比較低的做法 可是問題是他真的很多漏洞 那像那個277那個更糟糕的是 因為你要知道他在菲律賓他就有一些症狀 當然也許菲律賓醫師沒有跟他講說 這個是新冠 他也搞不清楚 可是我會覺得說 在這當口全世界最重要疾病什麼 最出名疾病什麼 你就是不是醫生 你整天聽報紙看新聞 你也會擔心懷疑這個事嘛 而且你有症狀的人 你沒事跟別人喝咖啡幹嘛 對嘛 所以你既然你也在疫區回來 然後你又有症狀 你怎麼樣想 你也要考慮說 我沒有可能是帶這個病毒的人 那我是不是趕快躲起來 然後我趕快居家檢疫 我不要害別人 結果他完全沒有這個概念 沒有這個這個界隙 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 你知道嗎 好像自己方便就好 另外一個部分 我是覺得昨天就開始討論說 我們要不要做這個社交距離的限制 那今天有提出這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希望在室內1.5公尺 那室外1公尺 不過我坦白講 我對這一點 我也不是看得很懂 全世界討論到拉長社交距離 預防的是這個病毒的兩個傳染方式 中間一種 這病毒靠什麼 靠飛沫傳染 或者接觸傳染 或者是接觸傳染 可是所謂的距離的拉長 只能對抗什麼 飛沫傳染 他跟接觸沒有關係 為什麼跟接觸沒關係 譬如說我等一下摸摸摸這個水 我給他手如果有分泌物有病毒 我摸摸這個水 等一下你過來摸 這跟距離有什麼關係 這跟距離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知道距離的限制是要來抵擋飛沫 可是在台灣最主要人靠來抵擋飛沫是靠口罩 台灣人在室外戴口罩比例很高很高 現在你不戴口罩 有些捷運你不戴口罩 所有人都會離你遠去 所有人都把你當怪物看 你知道嗎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就是感覺上沒有那麼像國外的樣子的必須性 那一個制度一個方法如果沒有必須性就變擾民 你知道嗎 譬如說我們兩個在一起說靠近 譬如說我們攝影棚這樣子 錄影前陳時中發表新規定 但是你跟徐醫師的距離 這個目前為止不符合陳時中新規定 逆時中 對 我們就逆時中了 而且最主要是說當逆時中的時候 在街上兩個人靠太近 那你要罰哪一個人 他兩個都罰 那你罰我的時候 我說是他靠過來的 我本來站在這邊不動 你很難就搞這種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你執行過程可能很多糾紛 對 太不容易了 而且你搞不好要增加檢查很多負擔 所以今天指揮官也講說 那我們要考慮先做柔性的部分 不過坦白講 他對於這個戶外跟戶內的不同的距離的限制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戶外降低的什麼 降低的接觸傳染 為什麼 因為戶外有陽光 所以你這個所有的東西碰到病毒之後 這個病毒在戶外死很快 那戶外的溫度通常比室內可能比較高 尤其是臺灣現在外面有太陽 所以戶外其實他接觸傳染是降下來的 可是戶外的口墨飛更遠 對 對不對 我本來只是靠我自己在噴 結果我會噴出來一陣大風吹 好 所以現在我們對戶外的要求 只要要求一公尺 這就不對了 對不對 你戶外的口墨飛更遠 你只要限制一公尺 那你戶內的風險最高的是什麼 不是口墨 口墨事實上在室內 他能飛的距離更短 可是你現在要求限得更遠 對 1.5公尺 對 這很奇怪 那室內比較危險是什麼 就是說接觸傳染 餐廳也危險 或者接觸傳染危險 因為接觸傳染 因為室內的環境 他沒有紫外線 所以病毒存留比較久 可是這個病毒在室內環境 存留比較久 不是你拉長距離可以解決的 對不對 當然唯一有價值的就是說 像餐廳做個市場規範 我是同意的 因為餐廳你不做規範 大家都要拿走口罩 那餐廳還有幾個問題 就是火鍋的 那要考慮到氣溶膠等等的風險問題 所以餐廳做適當的距離規範 我是覺得 或者是說本身一分 好 那我問一下江醫師 這個李批今天沒有來錄影 但是他貼了臉書 我就把他臉書原文貼出來 他說台灣沒有失控的社區感染 所以要不要學不戴口罩的外國人 對距離的規定 他就打一個問號 他說戴口罩目的要防範的是飛沫的傳染 這種規定還要處罰人 那所有情侶都要被罰 就是說假設情侶戴口罩 在戶外手牽手走路 可是因為靠很近 所以可能就違法了嘛 這是一個 他說現在台灣最多的是境外移入跟家庭內群聚感染 所以呢 他說政府最好能夠到所有家中查核家人 有沒有社交距離 好 其實他講到一個現實 他講的沒錯 就是說目前為止 指揮中心必須面對三月份主要的案例都來自境外 然後呢本土的零星案例也有蠻多是家人之間的家庭內傳染 那家庭內要完成室內的社交距離更艱難 連我都做不到 我坦白跟你講 如果真的我家有一個國外回來了 你要叫我真的完全躲開它 然後廁所要怎麼樣子 每小時操作幾次的消毒 坦白講我可能連我家都做不到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這個所謂的社交距離的部分 是老外不得不做的做法 因為他們人都不喜歡戴口罩 對 所以你給他要求社交距離非常合理 而且老外喜歡抱抱親親 就是說那確實是蠻親密的這個距離 然後確實在此刻是有風險的 對 可是我會覺得我們華人從歷史上 這個大中華地區本來就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他一直是這樣子 對 所以他的傳染病問題一直最嚴重 每次搞傳染病可以搞死幾千萬人 也都在華人地區 所以我們很快的演化出來 說我們彼此之間的打招呼方式是打工作業 你注意看看 他從來不 以前我們也不握手 握手也從西方船過來 是 更不要總是去抱人家 以前會抱人家的這種打招呼方式是什麼 像蒙古人啊 土爵啊 柔然啊 鮮卑啊 他們會這樣子 對 可是被 台灣人就會覺得那些都是洋派 從洋派 對 台客沒有這樣子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打招呼方式的演變 事實上也是適應了瘟疫 因為在瘟疫的階段很快你就會發現說跟人家碰來碰去 很容易得到瘟疫會死掉 所以漸漸我們就學會說遠距離的這個打招呼方式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一次的事情也終將永遠的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 譬如說我那天坐高鐵下去收購去辦防疫獎座 高鐵的商務車廂大概可以坐六十個人吧 可是賣了八個座位 八個座位都把你排在最前面那八個 他是這樣子排的嗎 對他是這樣排 他不是梅花座或者把他缺 所以我就說電腦本身他沒有做這樣的設置 所以他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從桃園上去你知道嗎 那些人都很老實喔 給他排在前面 他就把八個人就舉舉 聚在一起 對 只有我比較臉皮厚 我就跟那個 你就去後面的空位做 沒有我跟列車的那個服務人員講說 那我能不能到後面去做 他說沒關係 都沒有賣出去 你去後面做 OK 所以我就到後面做 所以我說為什麼瘟疫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 以後搞不好我們電腦設計就是規定 以後就一定先梅花擦 擦滿了之後開始在幫梅花填動 對 那這樣子來講 其實我跟你講 不只是這個COVID-19會比較少 其實以後連流感 連這種接觸 糞口傳染的疾病 也都會因為我們排位置的改變而減少 臺灣這兩個月流感確診案例 而且流感死亡也大大的減少 就是因為開始就是說 戴口罩請洗手 對 所以我會覺得連座位的改變 也終將影響到我們以後的人的 這個傳染率的問題